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还可能只是个开始 因为专家预测继续飙升的油价可能在本周达到创纪录的最高点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AAA的数据 截至周日下午 全国平均每加轮汽油的价格为4.009美元 这比周六上涨了8美分 比上周上涨了40美分 比分析师预期提前一天到达4美元的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AAA的数据 2008年7月17号创下的全国平均水平最高记录为美加轮4.11美元 相信超过这一记录只是时间问题 今日美国报道 致力于帮助大家节约燃油费的手机应用程序 Gasbody的石油分析主管 帕特里克德哈恩周日在推特中表示 到周二 也就是3月8号这一天 全美国平均水平可能达到4.10美元 这大大增加了在本周末之前打获记录的可能性 根据Gasbody的2022年汽油预测 到5月汽油的平均价格将涨到4.25美元 并且可能在11月之前保持在4美元以上 该公司表示 Gasbody预计未来几天汽油价格将持续上涨 距离创下历史新高仅需几天时间 并在整个夏季持续上涨 最近汽油价格上涨最大的原因就是俄罗斯与乌克兰开打 这场战争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另外随着美国各地取消口罩令 消费者支出和旅行再增加 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众所周知 俄罗斯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 虽然到目前为止 西方盟国的制裁为俄罗斯的能源贸易保留了空间 但市场正在自我制裁 换句话说 全球买家正在回避俄罗斯的产品 根据摩根大通估计 66%的俄罗斯石油公司正在努力寻找买家 这给在俄罗斯入侵前就以紧张的市场造成了更多供应方面的担忧 拥有30年石油链化以及贸易从业经验的 Lipo Oil of Southwest总裁安迪·利波说 随着供应中断的影响 波及整个能源设施 美国汽油均价的下一站是每加轮4.5元 这一价格甚至比Gas Body的预测还要高出一些 他表示石油买家正在减少从俄罗斯购买成品油 这导致俄罗斯电油厂陆续关闭 同时码头工人也拒绝为装载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船只卸货 加上保险费率飞涨 导致船东取消在俄罗斯的船舶预定 这也连带影响了哈萨克斯坦出售石油的能力 汽油价格的上涨加剧了美国民众对整个经济的通胀担忧 拜登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降低汽油价格 并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 但眼看着一步步逼近历史记录的汽油价格 显然拜登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 众所周知 汽油是众多工业的基础消耗品 相信随着汽油价格的飙升 很多相关的衍生商品也会跟着一路水涨船高 届时美国的物价可能会再次冲破大家的钱包 目前加利福尼亚州在这场油价飙升大战中一记绝尘 不停地打破其最高汽油价格和美国最昂贵汽油价格的记录 目前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加轮为5.28美元 同时加州也是唯一一个平均油价 每加轮超过5美元的州 这气得当地ABC电视台的记者 直接对着摄像机丢出自己的钱包嚷嚷道 这简直是在抢钱 除了加州以外 夏威夷的油价也达到了4.695美元一加轮的平均价格 内华达州紧随其后高达4.526美元 接下来的就是俄勒岗州的4.466 华盛顿州也达到了4.407美元的平均价格 而油价比较低的州此刻成了幸运儿 比如密苏里州的平均油价仅为3.627美元每加轮 俄克拉荷马州的平均油价为3.646 堪萨斯州为3.678美元 其实通过这些低油价地区的价格 我们更能直观地感受到目前全美油价的恐怖价位 要知道以上数据还只是适用于一般车型的普通标号汽油 如果需要加注高标号汽油的话 大家可能还需要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 再加上50到60美分 这简直就是在吸血呀 看到现如今的油价 不知大家是否开始想起扔在角落里吃灰的自行车呢 天气转转 是时候考虑骑车出行了 环保节能 最重要的是省钱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谢谢观看